在台北市中山区有一个将近50年的老庙宇 位在高楼的前方 有将近一坪的土地呢是建商的 不过呢因为这个建商大楼盖好之后 他们一楼的店面都没有办法租出去 于是他认为呢这是庙宇的问题 因此呢状告了这一间庙宇 要求要拆屋还地 不过呢现在呢法院的最新判决已经下来了 现在认为建商是败诉的 老人家一步步走进庙里 坐在门口板凳上 正是每天下午固定行程 用身体守着祖先传承下来的土地公庙 才会放心 因为庙后方挡住了建筑物一楼店门口 建商提告要求拆屋还地 庙方每天担心对方随时会来拆 以前没人过来过来过来 我看到那边那里这都没住 在高大楼就在这 但是你找到去我才给你去的 放眼望去高楼大厦林立 小庙就位在前方形成对比 建商看准中山区买地盖房子商机大 一瓶最高开价上百万 于是在后方盖高楼 原本一楼打算出租黄金店面 不过庙就在前方 而且里面进一瓶空间是属于建商的 业者提告拆庙还地 不过这回建商碰到钉子 法官认为这间庙在民国54年就存在 建商86年买地盖房时 没有主张庙方振用 等于莫许存在 现在要求拆庙不合理判建商败诉 根据建商登记地址找不到这间公司 电话也联系不上 不知道败诉想法 标放人员知道不用拆庙 虽然欣慰但始终低调 希望纷争就此平息 新闻林世宏 吴亦轩 台北财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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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